CX 車輛 歡迎收看夠車區我是Rick 新年一開始試車 我覺得還是要來點特別的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網路上非常紅的GIMM-LIN 5門 而且是紅黑配色2tone色調的 先跟大家講一下 目前這台GIMM-LIN 5門 並不是總代理所引進的 他是由UAI的車普羅 所導入在國內販售的 因為這台5門其實在全球市場推出的時候 不管是在印度、歐洲、中東那裡 或是在日本都有陸續的導入甚至生產 所謂上市的計劃 目前國內總代理經營汽車這邊 是沒有Gimini5門的導入計劃 所以其實不管是消費者 或是對Gimini喜愛的玩家們 其實對這台車抱以非常大的關注的眼光 他們網路上的討論確實也是非常的熱烈 就覺得說這次Gimini終於敲碗 終於有國內的代理商或是國內的貿易商 努力之下終於讓5門的Gimini 導入到了台灣來 那現在目前Gimini5門的車系 為數也不多 但是目前也在進行車側認證當中 以車輔羅這邊的角度 他們其實已經開始在預接單了 所以在2月底的時候 已經接單的算是短暫的截止 但是如果你想要來到車輔羅這邊賞車的話 也是可以的 就到車輔羅的網站上面 或者是他們官方的Facebook的臉書專頁上面 去進行一個預約 或打電話到車輔羅進行一些預約 然後就可以預約來賞車 還是一樣可以進行下單的動作 因為Gimini5門雖然說它的價格是138萬 看起來好像有點刀 但是國內的喜歡居民的車主們 這些買家們 他們其實也是下單的非常踴躍 所以其實車輔羅這裡 他們也是陸續的在評估 在陸續的導入其他的新增的配合當中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台5門 跟我們現行的國內所販售的居民3門 它的外觀上面有什麼樣的差異 車頭方面其實跟目前國內所販售的Gimini 其實是大同小異的 不過有一些小小的地方是不同的 就是說像這個 它目前這個前臉這個水箱護罩的部分呢 以國內來講它還是以消光的防刮材質為主 那它其實它是有這個烤漆的 這個銀色烤漆介面 搭上這個一樣是鍍鉻的飾條 所以看起來的造型是有那麼一點點不一樣的 然後下方一樣就是為它的這個防刮的 材質非常碩大 然後這邊是有一個蜂巢狀的 進崩的這個設計散熱的設計 所以其實你從車頭看 其實大致上都會跟目前國內所販售的 Gimini是大同小異的 然後再來車側的部分呢 一樣會有非常大的這個防刮材質的這個輪拱 然後它配置的鋁圈呢也是15吋的 然後看其實這個材質算是一個銀色的 這種15吋的鋁圈看起來也是非常壯碩 我們往後看一點點一樣 防刮材質從前輪拱一直延伸到下面的這個側裙 這邊一直延伸到的後輪拱 那因為我們今天試的車型呢 它是2tone的雙色的材質 那除了車普羅這邊的報價是138萬之外呢 如果你要選擇雙色的話呢 就是要再加2萬塊錢 然後再來呢發現一個地方 可以算是為它驗名震聲 鏡頭呢稍微轉過來一點點 你看到這個後視鏡下面 這一排的文字有沒有 這一排的文字 哦這個是阿拉伯文嗎 好我看不懂 所以這個就是說呢 你鏡子裡面看到的這個影像呢 跟你實際看到真實的比例呢 是有落差的 所以這個這排字呢算是一個景欲就對了 Chimini 5門它最主要是插在整個B柱後面 因為呢它從B柱開始呢 就跟三門版本的這個軸距就有差了 跟三門版本的軸距呢 插了34公分 等於說34公分的這個軸距呢 都應用在這個後門的B柱以後的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整個開口呢你看 現在其實打開 嗯... 其實開口還蠻大的 哦開口也不算小 那上下門的進出呢也算方便 這樣 其實還OK耶 其實坐起來其實還OK啦 因為前面目前都是他們設定好的這個座姿 西部空間要有一個拳頭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側高的部分呢 也OK 都有一個拳頭左右的距離 比較特別的是它這個 後面的座椅呢是55分離的 然後它有兩段式的椅背可以調整 欸其實還不錯耶 兩段式的椅背可以調整 所以它包含的是ISOFIX 都是iSize的 就是符合最新的這個法規 這個多出來的後門的五門多出來的後門 它也是用電動調整的開關 哦... 其實這樣的下車 因為Jim它本來就算是比較高一點的車型 所以上下車的話呢 對於成人來講也不成問題 可是對小朋友的來講 可能稍微需要爬一下下 接下來我們看到車尾 車尾的部分呢 一樣它還是會背著一個備胎在後面 然後它的開門的方式呢 也是從這邊開的 由左往右開啟的 但這個開闊的部分就相當好的 我們都知道假設你是三門的Jimny啊 你後座椅背要立起來的話呢 你後面的基本上是沒有行李箱空間的 它後面這樣立起來的話呢 是至少還有大概210公升的空間 所以我們可以放我們的攝影箱 還有放一個我們的攝影包 基本上都是OK的 加上它原本的車高 就稍微比較方正一點點 所以其實你會覺得 你的這個行李箱的空間呢 是基本上可以逐步使用 甚至你要放上兩個 20吋 三個是20吋的那種燈機箱 是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後面的部分呢 它就是可以進行55分離的傾倒 它傾倒還蠻方便的 雖然說沒有平整化 你要車速的話呢 就稍微需要用這個 充氣的這個車墊 充氣床 稍微去幫它把它鋪平一下 不然它 你要這樣子直接用車速的話 稍微會有一點點的卡 但是基本上它的一個 空間的利用率 都會比三門好上許多 來到車內的話呢 其實大致上面的佈局呢 三門的Jimny也是一樣 但是呢它這邊呢 它也是搭載了9吋的觸控螢幕 當然也有Apple CarPlay啊 Enjoy Auto的這些 智慧型手機連結的功能 不過目前我們拿到的 這台試乘車呢 它跟我們國內販售的Jimny呢 它的配備上面 還是有一些些微的差異 比如說你今天看到外面 前導光玻璃 這裡 它其實沒有一個鏡頭 國內的Jimny它其實是有AEB 所以它基本上它會有一個鏡頭 那你看到前方玻璃上面它是空的 它就只有一個後視鏡的這個架子的話呢 那代表它沒有AEB 然後國內的話呢 在我們的駕駛者的左下方這邊 也會有個AEB 開啟跟關閉的這個按鍵 那我現在看到這台試乘車呢 是沒有的 然後再一個地方是 我們手煞車的這個地方呢 它這邊有個按鍵 它這邊是後面的這個電動窗的按鍵 國內的三門 當然這邊就是空的 就是沒有東西的 那這邊的話前面的電動窗 是在一樣是在我們排檔座的前方這裡 然後這邊還有躲坡緩降的系統 還有ESP的關閉的系統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雖然是 我們的車型 那基本上它就差在 三門跟五門以及車身的長度 以及軸距的部分 內部配置上面呢 跟國內的販售的車型 是大同小異 但是國內還多了一個 安全輔助系統 叫做AEB 然後我現在看到這個方向盤呢 也是這種三幅式的 看起來就是非常熟知的 這個Suzuki的方向盤 然後它最主要的是 還有個定速的功能 當然國內的GIMINI 也是沒有ACC的 儀表的配置呢 也都跟我們國內的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你會覺得 GIMINI看起來 內裝的塑料感就是比較重一些些 不過沒有關係 它的車的取向也不是多豪華 也不是想要性能多厲害多快 反而是它的越遠性能呢 還有它的市區系統呢 才是消費者真正在意的部分 好 那當然呢 我們把車拉出來 還是要來實際的試駕一下 跟GIMINI三門比起來 你整個駕成的感覺呢 會差不多 比較不一樣的是 你在轉彎的時候呢 因為畢竟這個車長 還是軸距都已經有拉長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開的時候稍微熟悉一下 它的轉彎的靜彎角度的部分 因為像這種車型的話呢 它基本上不會給你太多的 太厲害的駕馭的感受 你不要以為說 像GIMINI這樣子的車款 它可能轉向要多精準啊 當然是沒有 轉向稍微比較需要 多打一點點的方向盤 我剛剛在稍微過幾個 比較大的回轉的時候呢 我確實方向盤是需要打多一點的 比一般的轎車 再多打一些些 當然原本的車輛轉向齒比的 設定的關係 然後我們駕駛的視角呢 一樣呢 因為畢竟GIMINI它算是一個 比較高的休旅車嘛 小型的休旅車 所以它的駕駛視野非常棒 今天假設你家裡面 真的只能夠有一台車 你又很喜歡GIMINI 這次的GIMINI的五門呢 我覺得就剛好打中 這些消費者的這個胃孔 你可能不能夠有第二台車 因為現在國內的GIMINI三門啊 通常都是家裡面的第二台 或者是第三台車在使用 就不是主要的家庭的日常代步 或者是承載一些家人出遊的時候 用的車款 我覺得車普羅這邊導入的 這個GIMINI五門的用意 就是因為它的使用性 就是大幅增加了嘛 這個空間的利用率會更好 多了兩片門之後 你可以載著心愛的家人 可以一起去流山玩水 加上它的這個 原本的越野的設定 就已經非常好了 不管是一些 我們要去比較偏遠的山區啊 或是林道啊 它的一個進入角跟離去角呢 原本就已經非常好 當然因為軸距拉長的關係 進入角跟離去角 都會稍微有一點點縮小 但是我覺得 不影響它整體這個越野的性能啦 假設剛好是家裡真的也要這麼樣的一台車 你又很喜歡GIMINI的話 138萬的這個售價 你會覺得貴嗎 動力也跟山門的一樣 那就看個人的一個選擇啦 其實我之前看到照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台車真的 比例上面好像有那麼怪怪的 但是今天看到實車不會 假設你有機會來看實車的話 你先看完實車才決定 當然這個價格有人會覺得高 那有人可能會覺得也還好 因為目前在國內來講的話 就只有車普羅這邊 有在引進有在販售 後續會再進來多少台不曉得 不過我這邊呢 還是要幫這個總代理稍微說明一下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那你三門的都還是去那邊賣 那五門的為什麼貿易商都進了 你們身為總代理的經營汽車怎麼不進呢 那其實在國內的就是車側的法規啊 就是認證上面啊 有那麼一點不一樣 假設你是少量引進的 少批引進的 以往的限制是 你一年只能有40台 但是現在之後法規有改變 就是你一年最多可以70台 但是你只要超過70台的話 你就要變成那種類似大批引進的 就像我們各個車廠一樣 就是大批引進的那種認證的法規 少批引進的認證法規跟大批引進的認證法規 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們不能夠用這樣的標準來去檢視 假設原廠他真的想要引進的話 他可能必須要用不一樣的法規 或者是在車輛上面 進行引擎的設定 或者是更改新年式的這個 比如說看能不能加個清油電之後 有沒有可能會通過國內排放的法規 車普那邊是用少量引進的方式 所以他的法規的認證就沒那麼嚴格 所以他能夠進行少量的引進 所以嚴格來講 這台車每年頂多 都只有70台的配合 你可能不用去擔心說 之後這台車路上可能滿街跑 其實感覺不太會 因為每年70台認證來講也沒有太多 之後不曉得法規 或者是在新車的排放法規上面 有其他的變更 或者是在進步 身為在這個汽車行業裡面 我們一直很希望 國內的一些 不管什麼樣的建立法規也好 或者是車輛認證法規 可以與時俱進 目前也是各個車商 其實同業們都在很努力的 想要讓國內的一些 車輛相關的法規可以更完善 現階段的狀態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 也不是說總代理他不想引進 是他想引進 但是就是認證過不了 他也沒辦法上市販售 不過我們還是期許啦 其實今年來講呢 Suzuki還有其他的新車 值得大家期待 那如果你想要看了今天的報導 或者是你也看過 GIME5門的網路昌常報導 你也知道它的售價了 那跟三門的價差呢 其實是有的喔 你看它大概五六十萬左右對不對 對因為現在的三門大概是八十四萬左右嘛 所以大概也有一定的價差 就看你要不要就是繼續選擇三門的車型 那以之前我們都知道 GIME5門的車型其實是 供不應求嘛 訂單滿載嘛 那其實現在的話呢 他們的訂單基本上消化差不多 車源也會非常的穩定 你要是覺得 哇五門好像真的很貴 那不然我去救一下三門的車型 然後又有總代理的原廠的保固啊 然後又是新車等等的 保障也比較全面的話呢 GIME5門也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啦 因為我是家裡面賣了第二台車 不然我覺得GIME在當作家裡面的第二台車 或者是另外一半 太太的一個接送小孩子的這個買菜車 基本上它的車構造簡單 然後維修保養又便利又便宜 算是一台還蠻好顧的這個進口車 好然後其實我今天在試駕的時候 我又發現了一個小小的東西 就是這一台GIME5門呢 它其實在我們的副駕駛座的下方呢 它有一個滅火器耶 要配這個滅火器耶 這是每一個國家它在新車上市的時候 相關車輛的這個認證的法規的不同 就像我們都知道 日本它可能不同的地區上市 他們就必須要配備這個滅火器 我真的有看過 好像在北海道還是哪裡 他們販售的車 你新車你就要配備信號彈 有喔有這個 所以這個還蠻特別的 以往我們都知道 要在國內你要買到豪華車 是跑車 你才可以選配這個滅火器 沒想到GIME5它物價就有配這個滅火器了 也算是為車內駕駛 還有用路人多了一份保障啦 好那今天的這個分享就到這邊 也跟大家分享了 新型汽車目前的一個近況 還有新車可能準備上市的消息 大家可以繼續的期待 那假設大家對於這個 我們今天試駕的五門的GIME5 有興趣的話呢 一樣在內湖的車普羅 大家就可以來預約 進行賞車試乘 就我所知啦 三月份有可能 就是已經下訂的這個車主們了 就可以準備陸陸續續的交車了 哪一天你真的看到GIME5門在路上跑 千萬不要驚訝 팠� sharpener 謝謝 P 這樣 effectivement 你在家